在流覽器的部分呢 各位現在打開電腦最常用的就是這一塊 因為說幾乎說你要用的東西都在上面 查資料也好 或者甚至有時候行動作為都已經雲端化了 那剛剛有提過 這裡有幾個你應該要匯的 網頁內容放大縮小 對不對 這一定要匯 這些都可以 另外網頁內容的搜尋 控制加F 好所以呢 你在找就比較簡單 那麼 然後這裡有另外兩個就是 回到最上面跟最下面 平常各位不知道 有沒有很喜歡滾滾滾 我看一下這裡 你有很喜歡滾滾滾的嗎 看到這網頁然後就給它滾滾滾 這樣不累嗎 累齁 我按下鍵盤上的AND 有沒有就跳到最下面 按鍵盤上的HOME 是不是回到最上面 Page Down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鍵盤上最大那個是哪個桿鍵 空白鍵 空白鍵 你有沒有發現我按一下它有跳一頁 有沒有 這樣不是比較不 因為用捲的會有個缺點就是你 有可能會重複 然後那個每次捲的高度不一樣 所以我看完這裡我按一下 它就確定截在那個後面 這樣是比較容易看 等看完按個HOME 是不是就回家了 還是你覺得要爬回家比較好 滾回家 哈哈哈哈 你平常都滾回家的 這樣不好喔 對不對 但是被處罰才好 開玩笑了齁 所以你可以這幾個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我們現在預設 不管是IE、Chrome或者是Firebus 有沒有都有那個回首頁 沒有的 從哪裡找 這是從這裡 設定 新版本的都一樣 沒有那個存檔 好沒有存檔 抱歉這是反客 所以不能設 要按回到這邊來 要回到這邊才有 設定 好有沒有一個顯示首頁 按一下 你不用存檔 按完了 左上角 首頁是不是就回來了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平常各位 我們會有一個情形 就是 在這邊 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 這個很重要的 你平常首頁 都指定比如說Google 或Yahoo 對不對 但是 我大部分都會換成這個 也就是說我今天 欸我就這幾個網頁 是不是還沒有 工作還沒做完 我明天來就怎樣 就繼續開這網頁啊 這樣不是就可以接續了嗎 我跟你講喔 那個WINS新的更新裡面 有一個就是這個功能 Edge Edge裡面他就強調 你在手機上的那個工作流程 比如說手機上看了某些頁面 然後就可以同步到桌面這邊來 嘿 雖然那也不是別的瀏覽器新功能 別的瀏覽器像 FIREFAST啊 空也有類似的功能嘛 對啊 那Edge終於有了嘛 好你看我現在把這個 關掉 我現在關掉了 這次訪客沒有關係 我就再打開一下 也把這次訪客的 我換為我剛剛那個 人員儀 有沒有就回來了 這樣你了解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接續 還是你覺得每次開一個頁面之後 心情會比較好 因為不會有昨天的那個 哈哈哈哈 這樣大概也是一種方法 可是一般如果說你沒有做完 當然我希望說我不要再這樣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使用這個 內建的這個瀏覽器要注意的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一開始大家在下載的時候 進階裡面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下載 現在下載他都不問你 是不是直接下載 老實講這是比較危險 因為他就直接存下來 所以我會蠻建議大家 這個可以打開 因為這樣子他就像以前 你在使用瀏覽器他就問你 要存到哪裡 當然你可以自己指定要放哪邊 這樣大概了解了齁 所以這是瀏覽器本身不用安裝 擴充工具的時候 你就需要應該知道的幾個調整的方式 那我先還給你囉 好